我们会在课程里面告诉你说 怎么去利用运线的盘 你的大线走到哪个工位 会代表你要重视什么事情 你的价值观有什么改变 因此你的感情观会有什么改变 那这个其实是指挥斗数里面 极其重要的一个技巧 也因为这样子 它就可以交错让你知道说 为什么兄弟公、夫妻公、子女公 每一个工位 它代表的含义都不会持有字面上的意思 那当你的兄弟公出问题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区分 到底是你的兄弟姐妹出问题 你朋友出问题 身体出问题 还是你现金流有问题 还是你妈妈生病 你要怎么去区分这些事情 我们都会在课程里面 利用很科学跟逻辑的方式 来让很清楚的知道 清楚的判断出来 而且清楚的把时间点抓出来 我们也设计了一套 大概是目前整个华人的 命理的分享或教学机构 从来都没有的一个完整的助教制度 在我们这边上课 会有一个助教陪你一起伴读 前半年的课程 我们还会帮你做好笔记 告诉你课程的重点是什么 每一堂课会有简单的作业 让你会知道说在这堂课里面 你自己学到多少东西 也让教课的老师会知道说 你的进度到什么地方 可以因为这样子而随时的做调整 并且会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会以实战解盘来上课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以前学过 我是不是可以从高级班开始 我进阶班开始 我们都会建议大家 你就是从初阶开始 因为我们是初阶班就开始解盘了 我们会一步一步带着大家 从每一颗星它什么意思 然后它该要怎么运用 课程不但可以让你回家复习 而且还会有一个你专属的助教半都 也就是说你有问题 可以随时可以问他 并且因为我们现在全世界都有学生 我们几乎可以做到你是美国的学生 我们可以派美国的助教给你 讲英文的 你是广东的学生 我们可以派香港的广东的学生给你 你在日本的学生 那我们也可以派日文的学生给你 这样子能够帮助大家在学习上面 随时随地你会有一个陪伴学习的人 有问题你就可以跟他讨论 然后来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掌握到 命盘到底该怎么看 我们的学生不会拿到一张盘 只会跟人家讲说 哎呀你这个人就是那个婚姻感情不好 小余大作人感情都不好 但不好的点在什么地方 到底是因为你的运就是太差 你总是只会踩到屎 还是因为你自己的个性问题 而造成了这个状况 那这实际上是要区分出来的 所以我们其实会在课程中间 不断的跟大家解析 命盘的看的角度到底是什么 然后怎么判断 然后怎么抓那个时间垫 那他都会有一个清楚的理路跟逻辑 利用这样子丰富的资源 才可以让大家不是只是在背书的方式 看到人家是天机跟太阴 就说你这个呢只能去上班 因为你这个是辅导型人格 你没有办法开创 这样子的论点是不是扼杀了很多 我们身为一个人该有的梦想 或者是更大的机会呢 因为我个人一直觉得说 命理学应该是要帮助大家更好的 找到各种可能性 也许我们天生下来有一个被局限性在 我们可以在自己被局限的环境里面 找到自己无限的可能 这个才是我们对命理学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在这样的观点之下呢 我们当然觉得我们所要教的东西 应该是要活络的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所学到的东西 你的实战能力就会变得非常好 你不会所谈论的事情 永远都只是单攻单心论 永远都只是把人限定在某一个区块里面 你会知道这个人的本身特质是什么 他现在运势的状况该怎么办 熟的我的朋友都知道说 我的算命非常的不好约 因为我更相信啊 当大家了解自己之后 给予你的帮助会更大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自己的课之外 我们还有各个各个不同的老师 开在各种不同的时段 这些老师都是我们学会啊 严格要求跟考核出来的老师 在今年疫情的情况下 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多来报名 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来看一下从命盘上面 你自己有什么更好的可能性 然后灵活的学习去看这个命盘 这样子你也不会再去碰到神棍说 哎呀你就是要晚婚啊 哎呀你老公跟你就是妻子姻缘啊 你被他打死也没关系 你就不会再受这种事情的迷惑跟影响了 你会知道说其实你有更多的机会